建制派和政府站在同一阵线 坚决拒绝调动财委会的议程 决定与泛民支持到底 但这里的铜墙铁壁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 泛民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 就是环境局申请15亿 在大鱼山小豪湾兴建柱如回收中心 讨论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声音 公务小组今年4月更加以20票赞成 一票反对通过了撥款 谁都想不到来到财委会的时候竟然会捉招 人民力量的陈伟业提出 将厨余中心的撥款终止代族 这个终止代族的动议 其实陈伟业过去在很多财委会项目上都试过 但每次都因为建制派互航 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到 表决前陈克勤、郭佩范、梁志祥都围在一起 似乎谈谈怎样投票 陈伟业要求终止代族 主要是质疑造价太贵 要乘15亿 据民建联议员都觉得挺贵的 但就担心投支持票会得失选民 投反对票又变成打倒昨日的我 最后终止代族议案 在工联会和自由党的支持下通过了 民建联几个议员坐在这里 但都没有投票 更加不尋常的是 今次的投票是没有人要求记名表决 主席吴亮星当时表情都呆呆地 要求投赞成终止代族的议员 举多一次手 确定自己是没有眼法 记名表决对泛民来说 可以将投票取向留在会议记录里面 留待选举 向对手秋后算账 建制派有时都会因为在职人数不够 透过响中等其他议员回来救驾 但今次泛民和建制就出其更有默契 处理厌户性设施的环境局 他们的三堆一楼去年已经触招了 拖到去到今年 但都相信没有办法在这个立法门道里面 在财委会通过到 但相信他们发梦都想不到 连争议性比较低的厨余中心都会被拖垮 负责厨余回收中心的陆工位 首当其冲要背锅 众索周知他与泛民关系好 本来是个优势 但针无两头利 到危急关头的时候 建制派对着他就不会这么卖命了 我们还听到另外一个原因 听闻新兼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工长何秀兰 今年会获封为太平新市 建制派一直都留意到 何秀兰和陆工位的关系是非常之好的 觉得他有太平新市 可能都是环境局里面有人推荐他 于是借这次机会在宗旨代族议案 向环境局还以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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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